总是装修的旺季 大家常常希望把家里头好好拯救一下 然后来年可以有一个好运到 但是年中你就发现了 很多你要整理家里头的原物料都涨价了 装修的费用也越来越贵 像是有铁卷门的业者就讲了 建材的费用最多已经涨两倍 那他们也逼不得已 原料都涨了 它的售价也只好往上调 而不只是这些原物料 包括了瓷砖 大厂 冠军 建材也撑不住 宣布旗下的商品 要在明年调涨8%到15% 丁木板 铺瓷砖 加紧赶工 年底装修忘记到 不少人想为家里除旧不薪 但物价金金涨 现在可能得多掏钱 我就是做装修业的 涨价没有办法 就是会反应回到消费者的身上 到年底的时候 大家都想要过年前入住 那大家就会在抢工这样子 所以价格其实降不大下来 可能找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厨房或者是洗手间 鲜花一部分 其他的等这个 有比较多的预算 或者是能够这个物价稍微平稳以后再做 焊接铁建冒出火光 装修成本上升 业者最知道 像是家家户户常见的铁卷门 铝窗制作工厂 从引进原料到成品 产现制作一条龙 老板说本来年底是订单大月 但原物料价格上涨速度太快 开业四十多年来前所未见 逼不得已调涨售价 基本上三成是已经是最平常的一个状态了 那五成是甚至于翻倍的一个涨幅来讲的话 在市场上来讲目前是都可以看得到 各个经营者都是勒紧互代代经营的 以螺丝价格来说 近一年就涨了三成 这罐填充用的矽胶 本来一罐五十元 现在涨到一百一十元以上 而喷漆一瓶从不到一百元 变两百元翻了一倍 白铁和铝财涨幅更是无法估计 现在不只是原物料上涨 而且是你今天有钱 还不一定买得到原物料 我个人觉得是下不来 明年度而且还有调涨的一个趋势 不少业者撑不住 像是瓷砖龙头厂冠军建材 就宣布旗下全建材产品 明年将调涨8%到15% 部分五金行产品 像是不锈钢茶壶 还有锅碗瓢盆也涨了约一成 万无奇长趋势 暂时看不见尽头